你知道女磁铁的磁力到底有多强吗? 在两块方形女磁铁中间摆放一排打火机 随着女磁铁的靠近 下一秒中间打火机直接被家暴 换上一部手机进行测试 当女磁铁撞击到手机的那一刻 手机屏幕立刻发生了碎裂 甚至由老外脑洞大开 将女磁铁直接扔进了一处枯井里 看看能否吸上什么值钱东西来 结果意外获得了一个铁罐子 在暴力强开以后 随之出现的便是一枚价值连城的骨壁 这可让小哥赚得盆满钵满 今天视频中出现的这位老外 同样找到了一个骨井 话不多说 直接拿出新买的女磁铁 上面还标识着拥有600公斤的吸力 那么这次又能捞上来什么宝贝呢? 小哥先是将螺栓拧入女磁铁中 接着绑上一根长长的绳子 再将盖在井口的木板拿开后 发现里面然有着大量的水 并且十分浑浊 接着小哥便把女磁铁慢慢的放进了井里 而随着磁铁不断的深入 突然小哥就察觉到有东西被吸住了 用力拉动 还能明显的感觉到非常沉重 此时 物体的外表逐渐浮出了水面 无奈实在太重 一旁的小伙赶紧上前帮忙 再将这个东西拉出后 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打捞上来的是一个炉子 虽然没有古币值钱 但如此大哥的东西 卖废铁应该也值不少钱吧 在此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